很不错 他要打我的脸连 84.43的胜率 可以啊 胜率还蛮高的 来 一分钟的预言 我就看他怎么打我的脸连 想打我的脸连 有那么容易吗 囚徒 拥兵 入恋加古董商 好阵容 这个阵容打女巫 我觉得蛮不错的 真蛮不错的 就入恋一波套 即便是 争不了胜 这个入恋师在 过程当中给一手灵就 少一波就有人的环节 我觉得密码机也拖出来了 这里的话上来抓入恋 上来抓入恋可以的 外面囚徒连线 古董商店会打架 机子 如果说入恋师前期有一个 这刀原生打到的话呢 那就不太可能出现一个80秒的牵制了 这个80秒的牵制的话 他得第一刀 怎么地得吃寄生刀 或者说第一波怎么地得卡一手 放狗直接咬 咬完以后 甚至第二刀都是原生刀 入恋师灵鹫的话 待会再教嘛 待会再教嘛 原生过来了 抢个窗 都不用 两刀原生刀 这边古董商可能还要吃个寄生 这个脸脸好像 节奏很好呀 他是补中场佣兵的寄生 也可以啊 也可以 这边补完寄生 其实可以直接放狗来打这个佣兵的 我觉得他这边原生性图 直接放一只狗都可以 因为他这边原生寄生 那个都有狗的 直接放狗咬这佣兵 我觉得会更好 就逼迫他救人 给他一点压力 你这狗留着 待会不至于要切闪 不至于要切闪 就这波呢 等于说让佣兵比较舒服的 将人救下来 节奏上面来讲 不一定是一个制胜的节奏 但他如果说刚才放狗咬这个佣兵 一旦是打一个双倒 基本上就赢了 这佣兵有点不小心啊 这你的寄生 他看到自己的寄生在这边呢 那应该是 入练师的话 这边灵鹫起 但是灵鹫起了女巫大不了 就直接切个闪 把你秒了的事情嘛 那你有寄生的呀 对吧 这波灵鹫一定交 佣兵呢先给他挂上 怎么地吸引一个求生者过来 来把这佣兵给捞了 这边入练师的话 直接放狗 其实这只狗不太好 这只狗不太好 我觉得他这边直接切闪会更好 这只狗 不一定好 好吧 这只狗挺好的 这只狗挺好的 咬中了 就这样的话 省下一个底牌吧 我的想象当中呢 是直接切闪 把这个入练师秒了 挂飞啊 你们笑什么笑 那么好笑吗 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谨 非常细致的一个分析 到你们这边 就变成了哈哈 为什么不太好呢 因为你这个 他女巫本体的一个位置 离这个小房 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说刚才这边 入练师 他有反应 就是可以操作一下 当然这只隐形狗呢 可能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 但是切闪 我觉得是最快的 最快的 那当他打到了 那只能说 打得不错 打得好 我们来算密码机啊 这边切闪 打一刀古董伤 外围的密码机的话 囚徒这边连线 其实囚徒这边的话 能修多少 传多少过去的 最好传一点过去 因为外围两个队友 都已经受伤了 这边他如果不传的话 那个机子可能修不掉啊 他这边修完以后 再跑过去修 一刀佣兵倒地 二挂 还是原生性徒打的 那基本上拿下了 基本上拿下了 我们看看这边 佣兵的话救下来 相当于自带一个薄命 手里有三个护壁 女巫这边如果说没有闪现 佣兵还有牵制起来的可能性 但是要让囚徒来救 古董商这边要修新机子 古董商这边在跑 他要修新机子的 这边囚徒 店应该是交不到 但囚徒是可以救拨人 核心问题是古董商 他现在没有地方修机子 他可能觉得刚才 我在那边修机子 会被女巫压着 但是你要再绕到小房去 修这台遗产机 根本来不及啊 那就只能看优兵了 只能看着优兵了 这优兵手里三个护壁 先跳一个吧 对先跳一个 拉开距离再说 因为优兵不一定知道 女巫手里没有闪的嘛 那这边的话 选择换装飞轮 好的拉开古董商 哇这古董商 绕了好大一圈 还没倒 哎呀可惜个慢翻 而且有个什么问题 这边囚徒倒的位置 其实离小房也不远 女巫这边的话 挂上囚徒以后 本体出去搜索 找到古董商 应该是完成一个多专 优兵这边慢慢削信徒 削完古董商这边的话 40的机子 压过来 哎打得很好啊 他这波 他这波的话 原生性都压过来 对吧 原生性都压你机子 我这边寄生性都千人 古董商败血 那优兵只能外围重新修了 从上帝角来看 我们复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时古董商 其实硬着头皮修他 就我们当时镜头切到的 那个 这台 现在优兵修这台机子 可能有一线生机 只能说可能有 因为你 不能保证女巫 不会干扰这台机子嘛 那女巫干扰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个死局 但是要比他现在绕了这么大一圈 来修 这边的小木屋的遗产机 要好一点 从结果上来看 是这样子的 有个闪 321 飞轮 一棍 没打到 再来 闪 他不敢叫闪吗 这怕 怕机子压好 也可以啊 打得很细致 我们李年哥 水平还是挺高的 那优兵来救一波人吗 还是前期节奏抓得好 前期节奏抓得好 主要是用逼那波双导 那波双导如果不吃的话 我觉得穷者 还有一战之力 那波双导吃完 其实就已经没得打了 有闪的 谁往 那个 球兜方向走就打谁 球兜这边也救不下来了 怕闪 真不错 这打得确实可以啊 对 对 专门